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晚上好 关于新冠肺炎的疫情 台湾最近是比较糟糕 但是它的确诊的人数似乎已经过了高峰 只是台湾的死亡人数现在又新高 一天死了140多个人 不过放眼全球方面 当然疫情目前是缓和了下来 像我们马来西亚昨天也是确诊1645个人 昨天死了2个人 然后全球方面今天确诊是42万2922人 全球死亡今天多了637个人 好 进来跟大家谈谈这一支公司 一直以来它的成交量也是非常活跃 然后它在这两年多的时间 是暴升了很多被上来的一家公司 就是Dagang Next Change Berhad 它的Code是Dnext这一家公司 所以前天大肆回调了 所以它也跌了一个2.9% 所以它1块01分的价位 看回2020年3月 熊市那时候它的股价只有9.9分 OK 所以两年多它的股价从9.9分 标到现在的1.01分 标了920% 超过9倍 这种疯狂的涨幅 这种涨幅 其他公司搞不好要花上14年的时间 把它竟然在两年多的时间做到了 所以非常不错 那么当然Dnext 它暴涨了这样多 超过9倍 当然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这一家公司 首它的市值Market Cap 36亿 公司是Net Cash 净现金 首上的现金7.5亿 Current Ratio 2.15倍 注意新业绩 前天也是刚刚出炉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连续4个季度 Yoy profit都在上涨当中 Dnext 它本身的业务 它其实之前是做IT的 然后它有做能源 就是它有石油 石油的上油业 然后它现在也收购了一家Siltra的公司 它也进军了科技业 就是它们生产这个Wafer OK 所以这些是它主要的一个业务 那么最近几个季度 它的业绩来了一个大爆发 主要是来自Siltra的贡献 非常的明显 自从它收购了之后 好我们来看前天的业绩 就是3rd quarter financial year22年 我们来看QOQ 按季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QOQ它的revenue收入 也是增加了2930万 从第二季度3.5亿 增加到第三季度3.8亿 那么收入增加 当然它的PAT 就是税后利润也增加了上来 就是第二季度赚了4383万 来到第三季度 它就赚了5160万 赚了更多钱 因为收入增加 那么其实它三大部门收入都增加 第一个是它的IT的部门收入增加了38万 从第二季度4731万 增加到4769万 然后它的Energy 石油的部门收入也增加了1959万 从第二季度8328万 增加到这个季度1亿 原因当然我们都知道 石油的价钱都在走高 OK在这个季度 这个石油的价钱在走高 那么它的Technology Siltra的部门 收入也增加了936万 从2.2亿增加到2.3亿 是有增加一点上来的 那么展望未来 我可以看到它的管理层在Prospects那边 它们对它的这个Siltra 子公司是非常非常的乐观 OK 因为 这个Siltra 就是这个半导体Wafer的Foundry 这一家公司 它们预期在未来Siltra的贡献 会走高上来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它们预期 这个Wafer的这个ASP 平均售价还是会走高 目前正在走高当中 为什么半导体Wafer价钱会走高 很多因素 当然全球供应链的混乱 Demand的这个很高的Demand 都是一个原因 那么再加上Siltra 它要扩张到一些新的领域 比方说Micro Electro Mechanical System 跟这个Silicon Photonics Devices 这两个新的领域 Siltra在未来将会扩张进去 OK 理论上当然会增加它的一个贡献 然后它们Target也在明年年头的时候 要把Siltra的这个Production Capacity 产量提升一个10% 就是明年年头之后会完成 完成之后 理论上来讲Siltra 它的产量增加10% 然后未来如果 它的ASP 它的产品的ASP 平均售价在走高上去的话 那么当然Siltra 未来的贡献当然只会走高 OK 那么再加上之前 Dnex也跟鸿海 就是Foxcon 做了一个MOU 量解备忘录 就是他们要一起来合作 要来盖一个新的12寸Wafer Fabrication的工厂 12寸Wafer新的工厂 然后这个新的工厂Target 一个月能够生产4万个Wafer OK 这是他们的Target 然后这个厂是用28 跟40nm的科技 当然 这个新的12寸Wafer的工厂 目前是MOU的一个阶段 当然是有存在的变数的 但是这个消息多少也是刺激到Dnex 我相信刺激到它的一个股价的上升 那么油田方面 他们有一个新的油田叫做Avalon OK 他们Estimate这个Avalon 它的石油的储备是有2300万桶的石油 所以这个Avalon 目前他们在做Production之前的一些很多的工程 Testing 这些东西 然后他们Darget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就是会在后年 2024年年中的时候 这个Avalon的油田 就会开始它的石油的Production 开采石油 所以总的来讲 你可以看到 管理城市 似乎是信心满满 对于它SUTRA 这个Wafer工厂未来的一个走向 要扩充它的产能 要来 他们预期这个SUTRA产品的ASP 会持续走高 然后跟鸿海也是合作 可能要来盖一个12寸Wafer新的工厂 Avalon的油田 后年会投入生产当中 种种利好 也难怪DNEX 它的股价在这两年多 飙了超过9倍上来 是蛮夸张的 然后公司U NetCash 手上的17.5亿 Current Ratio 2.15倍 最新业绩出炉了YOY 连续4个季度Profit都在增长当中 走来营业绩展望8月5月 我知道很多分析师也是看好DNEX 至少它的前景短期之内 很多人都在看好 再加上现在乌克兰战争 俄罗斯被西方石油制裁的打击之下 那么预期Brand Oil这种价钱 这种比较高的价钱 应该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预期 它来临的业绩 我相信它的能源的部门 还是会交出一个不错的业绩 然后它的科技的部门 也相信也会交出不错的业绩 因为ASP 这个科技产品ASP 都在走高当中 所以我觉得来临的业绩 YOY Profit 继续上涨的可能性 还是蛮高的 当然个人的想法 聊的一些最重要 还是那四个字 就是买卖支付 这四个字买卖支付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本身 还是有做一个选股服务 GEMS Stock Pick 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是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那来到前天 相当多选股回抽还是不错的 像A.ON也起了2.8% 所以在1.47 你可以看到EPF最近也在买A.ON的票 一天买进了50万股 之前我选它是8毛钱 也拍了股息1.5分 这一年9个多月也是有86%的回抽 其他公司可能也要等于4年 那还有其他的选股 这边不说了 首先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像 退休基金、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著名的投资家 包括最出名的巴菲特大师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这些机构这些人长期都在用 这个基本面投资法 那么这个方法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会去研究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公司 来做一个长期的投资 所以要强调的绝对 不是短期投机的做法 会建议至少持有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发展到更好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还是挺高的 然后你潜在的回抽也不会低 所以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distric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pm 我都非常非常欢迎 好今天的视频分享暂时聊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语用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打开铃铛 你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所以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的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